我是阿森 你好,我是CeeCee 你好,我是阿罗 今天呢,我们的今天什么Case 比较阳光一些 因为我们有嘉宾在现场 对,我们有利康老师 大家好,大家好 Eric 其实蛮好奇的 因为老师在那个 邦格岛那边也蛮长一段时间了 举办活动这样子 会不会有一些可能都市传说 又或者是一些故事是 你自己亲身经历过 还是听说过的 早在十年前 我当我进入这个海岛 因为做很多口述历史 那时候 收集到的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 就是原来邦格岛有个别称 就是叫做蝙蝠岛 OK 邦格岛的形状 差不多我们手掌的形状 然后它面向内陆的时候 什么,把它倒转来看 它整个叫做蝙蝠 蝙蝠的形状 早在英职时代的时候 他们在统治这个地方的时候 在管理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是蝙蝠 然后为了去镇住 或是control整个的那一个岛屿 他们就在这个蝙蝠的头 盖了一个灯塔 然后就希望是用这个灯塔的方式 来镇住整个 整个岛屿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们认为讲说蝙蝠 是一个不祥的征兆之类的 还是什么 两方面哦 如果这样子看 你看比方说中国古代的时候 清朝什么的 就蝙蝠是他们的祖先 吉祥 对,代表吉祥的 就是福气 因为蝙蝠的福字 是是 然后另外的 也口述回来的也蛮特别 当然因为岛屿间 他们就很多宗教信仰是蛮虔诚的 然后 然后往这边去的他们叫做北门 就往槟城这边去捕鱼 出海捕鱼 然后往南边去的就是南门 所以在北边的时候是 他们说 传说中了 在海底是住了一只大的魔鬼鱼 然后南部呢 会住了一只大的鲨鱼 不过通常这些都是神话故事 每一次要去出海的时候 渔夫们都有很虔诚的 会去到 会把船只架就对岸去拜拜 这个太上老君 所以他去拜拜了过后 才去祝福你一路大丰收 明白 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在渔村附近的 都会有这样子的习俗的 对,在岛上基本上是 你每一个corner都是庙宇 就是为了要求平安嘛 对,求平安 然后基本上岛上呢 大概有二三十八千 华人是信封印度教的 所以很特别的 像我一个画面 基本上我去了一个民宅 它是这样的 它的正神祭拜的是官地神 然后祖先排在旁边 下面这边是地主公 还有印度神 然后去到门口的时候 左侧就是天神 我们提供嘛 然后右边也是印度神 所以到每一年的时候 的slogan就是 还没有过完雷雷 雷雷是印度游神的那个节径 他们导演叫雷雷 没有过完雷雷 就没有过完华人过年 因为雷雷的庆典 印度的圈年就是每一年的元宵节左右 OK 所以它一定是 有些华人 祖島民 他反而是没有在春节 初一初二回去 他会选择在联系的时候回去 所以这个是更重要的 更重要 所以说民族信仰是很丰厚的 对 然后所以你看 他们宗教和 不管是什么辐射的民族 生活在这个岛屿是共同共同 很不一样的 就很萨都马来西亚的感觉 如果你去过的话 你发现那边有一家回教堂 它是写中国的 而且它整个建筑风格 其实都有像那种宫廷风 很不错 你们都很熟悉 你去过有一个很漂亮的一间 另外一间就是回教堂 是在水中央的 那这一间就是在岛民的民宅区 那是它的中国风 它是搭红色的 它写着回教堂 就是华语之后 它就是叫慈善清真寺 然后它就你们讲的对 它是Serebudoa 就是千岛文的一个清真寺 刚才说的就比较阳光型的 有听过一些比较阴暗的一些传说吗 就比较怕的一些传说吗 就比如说你做活动啊 会不会听他们讲说 你要先拜拜 有点禁忌就不能住了 倒霉有了 因为都是还蛮阳光 因为阳光沙滩和比基尼吗 这个台课 都是这个 当然都是口述回来 像当地的一个虎壁石 它基本上是靠近这个荷兰炮台 一个石头吗 一个石头 然后有老虎的一个壁画 然后有VOC 荷兰东一度公司 然后因为早期在这个时候就是 1743年这个虎壁石就出现 然后当然有 有一些口述回来的一些遥远就说是当地的马来人 因为为了反抗他们的那个荷兰的那个官员 就杀了他们的其中一个官员的女儿 然后当然他就用这一个 画了老虎在这个壁画里面就代表是老虎咬了他的女儿 然后掩盖了这个这样的一个历史 这个事实 这边也是口述的 也是口述回来的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一些这样 所以到现在你去看 它还是一个老虎的那个 我们叫虎壁石的 所以好像是一个观光景点 观景点 对因为它很靠近那个刚才说的那个炮台 非常漂亮的确 就是那边拍照会出大片的 可是去那边有什么一些地方是必须要去的吗 一些历史典故很悠久啊很漂亮的 除了刚才讲到的那个教堂之外 那个回家堂 当然整个岛屿 OK我可能稍微介绍整个岛屿 整个岛屿大概18平方公里 然后基本上他们最喜欢的就是 骑了摩托车自由自在的 软道 当然很庆幸的是整个岛屿 就是还是热带雨林 它只是开发了20% 然后很幸福的 我每次说这个岛民的生活在这个岛上的岛民都很幸福的 东边你可以看sunrises 然后驾一个摩托这个五六分钟 你就可以知道日落的那个车身 就直接sunset 那边的sunset真的很棒 所以整个的生态是很棒 当然在这边全部都渔村区 渔村区你就可以体验很多渔业的整个的产业链 从英职时代的制兵场到很有特色 生长到去到很外面的那个鱼寮 每一艘船在停泊 你可以看到塞浆鱼子 浆鱼在场 好造船场 也很特别 很大的一艘 它可以存在100吨的那个船 那个鱼货量的那个船 船只C2的那种 但是我有一件蛮好奇的事情 就是我们一进岛的时候 你会看到旁边很多人在租车 然后也有很多出租车 就是这些taxi在那边 可是他们taxi是很特别的 因为他们是Bing color的 对 为什么呢 真的咧 我也不清楚 它就跟泰国一样啊 可能某个程度 让它比较出色一点 是 应该是这样子 很特别 我进岛的时候已经是这样了 我记得我20多年前 进去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叫做 我们在 Name it like us 粉红小巴 粉红小巴 就出租车 当然 但是最安全的啦 因为这边导篮 然后摩托基本上是很自由 不过还是有点的危险 因为尤其是后山北部 是要小心 它山坡蛮斜的 OK 当然那边的关系 其实想跟Eric谈很多的 不过 我们知道呢 其实Eric一直在做不同的一些活动 所以接下来在吉隆坡 会有一些活动吗 在吉隆坡 我们会是在10月12号 我们的ExpertaringStream 我们就做 班格岛的一个小小分享 把一些阿公阿嬷的故事 分享给大家听 非常感谢我们的 力康 Eric Thank you 欢迎下次再来 或是我们过去班格岛找你 谢谢 欢迎欢迎欢迎 当然还是要守住 LFM